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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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晨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這裏跟大家去分享 我對這個project 或者這個比賽 甚至是對城市的一個看法或者意見 這就是純粹我自己去分享 大家可以放鬆地去想 因為平時我們接觸城市的時候 都不是說只是professional 那邊 甚至乎我們每天都接觸到 所以我想用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 用我之前做過的project 或者我看到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首先說這個project 這個比賽是說再做理想城市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幾個個個是個個的呢 當然城市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這個第一個slide 我看到 我就放了一個舊羅馬的計劃 裡面當然很多學問 但是我們是否真的要 用這麼深入的態度去看城市 才可以做到這個project 其實是不一定的 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看一個城市是怎樣去求做的 首先說回到外面是誰 我通常會用一張照片去說 我當然希望大家在做會覺得 我展示這張照片 我跟它是不是覺得有點像 如果是,當然我會很高興 不過不是也不要緊 其實我為何選擇這張照片呢 就是因為 大家知道這套是甚麼電影嗎 這套電影其實都不是很久之前 是Tom Cruise的《Mission Impossible》第三集 我看這套電影的時候 就看到,咦,為何這麼熟口臉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後面他跑過那個拱門 是我之前做過的其中一個project 所以我看到他很熟口臉 那樣東西都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看這套電影 或者之前如果可能 上網看過 或者有賣碟看過的話 會記得 我看看有沒有關卡 有沒有,不要緊 有一個鈴鐺 有一個鈴鐺 後面這個就是拱門 旁邊那個就是 他叫做Khalifa 就是現在全世界最高的那棟大廈 這套電影是在那裡去拍的 那個故事裏面 就是講少少 就是講他在Khalifa那棟大廈那裡 他和壞人 然後有些交涉 那些壞人走出來 然後他要追他 從大廈到最底 然後轉過頭就穿過這個拱門 但是在現實情況 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如果由隔壁 這棟大廈 跑過來這個拱門 基本上駕車都要半個小時 但是在電影裏面 他一跑下來下來 一個轉 就到了 難道他跑馬拉松 當然他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想用一個電影角度 他想選擇不同的 scene 然後擺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一個 你可以說一個城市設計的時候 其實那個impression是很重要的 到底你想給什麼impression 到底你想給什麼印象 就是大家 比如一個觀眾也好 或者你想他聽你說的一個 audience也好 或者是一個 你想去share一個感覺的 一些其他人也好 或者朋友 然後看回 這個project就是杜拜 這個杜拜除了一個拱門之外 如果你看到這個整個 area 我們就叫他做DIFC 就是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這個很多年之前 應該是 約十年之前 我當時也有一個 一個 master plan 的 project 我們做的時候 就是這塊地 就是一塊空地 所以你現在看到 會是建多一點 建多一點 當我們說城市設計的時候 除了我們說建築物 是一塊獨不獨 但是其實整個大的地區 都有一個規劃的 在這個拱門前面 這個小的 area 其實那個大廈的 project 叫做Alferton Tower 我當時就是這個 project的 project architect 就是這個項目的建築師 那时候的设计都要考虑到 到底城市在这个位置需要什么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DIFC 这个大的Masterbank的入口位 所以其实我们的做法就是 有一个Pavilion 就是象征着这个地方的入口 入口里面就是通过一个 商店的地方 后面有两个Block 就进到一个Office 和一个Western Hill Tower 这个就是当时我做的 一个Mixed Use的Development 那回到城市 那城市是什么呢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title 就是我写四维的故事 那四维 不知道大家觉得四维是什么 有没有推荐 四维是什么 可能我一会儿都会讲到 大家可能听到三维都会听过的 就是长阔高 那四维 那其实我就有多少少的 一些element 加了下去 那我说的这个四维 就是通常大部分说 就是三维之外 就是说时间 那我觉得除了时间之外 其实什么可以体会到的时间 就是有什么event 有什么项目会发生 而你看到原本的围子 你看回中间的围子 就是中间这个 比如三维和四维这个 那我们其实广东话 很多时候都说四周围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你看看把两个人摆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城市 就是除了我们之外 就是我们四周围 我们看到发生的事物 那我用一个 可以为一个新的城市的诞生 去体会一下 到底 比如这个project 是讲理想城市 什么叫做理想城市 那我之前在一个 到达巴project之后 我都做过一个 一个新的城市的 规划的设计 可以从这里 分享少少一个 一个新的城市 是包含什么 那这个地方 就是在阿布达比的 Sadiye Island 那它现在 阿布达比的 主要的area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city center 它是调入一个全新的area 在它旁边 因为在中东的project 是很有趣的 就是那些事物 就发生了很快 譬如你们知道的 譬如香港 纽约 日本 基本上会成为 一个大都会 是要经过很多很多年 可能是八年的 但是在中东这个地方 基本上它经过了十年 它就已经可以建成了 一个大的都会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 这个Iran的area 它分了很多不同的use 不同的用途 这个是我当时所说的sketch 那我们要去标志 到底它的infrastructure 会有些什么 即它的基建项目 因为基建项目 是指定了它的circulation 它的运输 还有最重要的是 一些Nuke主要的 城市的要点 以及一些方向性的 如何可以 connect 在一起 如何把它连在一起 接着我们 就有一个电脑的rendering 去看看 从高空那里看下去 城市的构思 的策务是怎样的 之后 因为由一个城市设计 去到建筑的时候 那不会是一个人做的 除了是一个团队 和一个城市的设计之外 之后就会交给 很多不同的architects 不同的developers 去做回每一个建筑 到底它可以设计成什么 而你看到 在这个项目上面 他们找了很多 世界上知名的architects 去设计一些的museum 一些主要的建筑物 如果回去看 就是它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比如找一些 architects去设计 一些主要的建筑物 成为城市的要点呢 就是因为 其实它想找一个身份 想找一个identity 由于它原本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它要找的identity 它就要去create 它出来 要创作出来 但是我们其实很幸运 因为我们其实 在香港 在不同地方的时候 很多的identity 很多身份上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 在我们的身边 可以找得到 从我们的生活里面 由我们接触到的文化里面 也都可以感觉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identity 这张slide 我不详细讲的 细节 就是这个 它的theory 就叫做situationist 它的idea就是 你看一个城市 你不会知道 城市所有的地方 通常你就可能会知道 某一个位 例如你学校的位 你家里的位 例如你平时去购买的位 或者你吃饭的位 然后去球场打球的位 或者去图书馆的位 你是将那些位 在你的脑子里面 把它连在一起 其实每一个地方 其实它都有一个 它很障碍 很代表性的东西 你如何去找那些 代表性的事物出来 因为我对敦王很有兴趣 如果一讲敦王 大家会想到什么 通常就是敦王非天 现在基本上 敦王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的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项目 在里面的壁画 基本上是很代表敦王的 接着这个是在印度的着枯 这个地方 我不说它可能有 当然每个地方都会有 它的城市要点 但这个基本上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Blue City 而它的蓝色 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城市 所以就好像说 一讲蓝色 在印度 人们就会想到这个地方 除了这么宏观 去看一个地方之外 就是 譬如我们看一些很近的市民的时候 譬如我们看到一些建筑物 它经历了很多很多年 在这个建筑物上面 其实它的痕迹 都是代表了它背后 它经过了 发生了的一些故事 另外颜色 和人 和人 发生出来的 这个效果 其实 也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我们会记得 这个地方 或者记得 这个角落 跳得远一点 就是这个project 是我在英国那时候 去带的 一个rollout project 就是 如果以前 十几年之前 如果大家去英国 想到一个大的超市 通常有人会想到 一个大的白色盒 那些地方一进去 就会有很多货 放在一起 但是当时 这个project 就是我们用一个 環保的概念 就是 如何用一个 環保意识 令到 那些 shoppers 令到那些人 想去购物的时候 进入到一个 不同的感觉 从而就是 将 这个shopping mall 这个叫casco 和这个环保的 两个东西 一想在一起 那么我们会用 材料去看 会用这个lighting去看 就是 如何是 譬如我们用的材料 如何用多些的木 令到整个感觉 更加去和暖 又或者是我们 如何用 带得更多的自然光 进入这个supermarket里面 还有如何 譬如在通风各样 都是帮得到 那些人进去 就会更加觉得 他们在这个 自然的环境里面 更加多 而不是以前的 一个白色盒 一个货仓里面 另外一个城市 就是刚才说的 identity 就是 如何形成身份 某程度上 就是我们的记忆 都很重要 这张照片 就是我刚刚 上一年 在西环 拍了这张照片 因为我以前 都不会觉得 这地方就是西环 但是 原来香港 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探索 好像是一些 优优 而这个就是 西环泳 你看到 现在还在 就在 就是一条路 走出去 有几级 你就可以到海里游泳 所以不一定是沙滩 而西环泳 本身也是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现在 我想到西环 我就会将西环泳 在我的脑子里 把它裂在一起 再继续 再继续 再做理想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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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也说了城市 理想方面 什么叫理想 对我来说 我觉得大家有几个东西 可以去思考 大家 我这里说的 我不是一个 一个结论 不是一个solution 但是是一些 sharing 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参考 可以想的 第一件事就是authentic authentic 即是真 我觉得如何是一个最好的 无论是做人也好 做城市也好 或者是做设计也好 或者是平时 也好 最重要是 那个心 如何可以代表真 真诚的心 一个collective feeling 就是一个集体的感觉 就是我们做 尤其是我们说城市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 其实是代表了 很多不同的人 如何去把这些集体的感觉 都会思考 都会放在一起呢 反映就是我们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有个心理 接着又有一个感觉 如何把某 你的整体的感觉 反映出来 在你做的事上 以及inspire inspire 就是你做的事 不只是给自己 不只是给自己 一些个体的利益 而是如何去影响到 inspire到其他人 其实也是透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就可以去体验到那些东西 譬如大家都知道 清明上学图 刚刚之前在香港 或者是之前在中国的expos 都有说到 其实清明上学图 多人去看 未必是大部分人去看里面 画的画 里面的建筑物 反而很多人会说 等一下那只猪仔 什么时候走出来 其实也是和他的生活里面 可以带出 和这个城市的关系 或者和大家会感受到 为什么说 猪仔会走出来 大家反而觉得很有趣味 就是因为他可以触碰到你们 或者触碰到大家 这个就是Andy Warhols 他画的金浦汤 而金浦汤 亦是他当时的 popular art 为什么会容易入到一个大众里面 就是因为那些是平时大众 都会感受到的东西 然后他用他去得出这个 idea 他的颜色 突然间 人们就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 这个就是我之前做的其中一个设计 就是for 一本 magazine 它叫intra 而我的概念就是 这个communication 除了说 是我们现在 譬如你听到我说话之外 其实可能有另一些形式 可能在一些visual上面 都会听得到的 或者可以communicated 可以交通得到的 而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用这个手语 来把它去展现出来 说回这个authentic 其实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感官 你如何去体现 去interpret it 出来 还有要有自己的style 一个style 其实就是 不只是 你看到 你看到 有一个modern style 或者一些popular style 其实style 你也可以自己去想法 用什么方式 去展现你自己的作品 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 一个小小的手作仔 我这个手作仔 就是刚刚去圈一个朋友的婚礼 就是在婚礼那里 他预备了很多很多玫瑰花 他就把其中很多玫瑰花送给我 而我做的 我拿回家之后 我怎么用这个玫瑰花呢 我把它变成一个干花 然后把它保持在玻璃瓶里面 在我的脑子里面想 就是将当时 我和一群朋友一起分享这个时刻 基本上就是把它放在玫瑰花 保持在这个时间里面 应该是再分享多一点 就是刚才所说的 你自己或者集中的感觉 看到周围的东西 我选择了一些相片 就是我拍了一些妙街和果欄 就是在油麻地那边 通常有人想 果欄就只是想 它里面有很多三果卖 但是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个我在旁边的大厦 在上面一看 它就像一块布 跟着很多不同的一格格 把它铺在铺在铺在铺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城市的 你可以说是一个 一个urban的一个性質 而在果欄 但是在日头经过的时候 它很多时候都沙特站 它都不开 因为它晚上主要 夜晚做一个批发的生意 但是你看回 就算它的铺站 一些很旧式的铺站 其实都可以感觉到 它很图形 很艺术的一面 而晚上当然是它最繁忙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是很多条交通的行车线 基本上都霸了 但是其实是一个很life 很活跃的一个时候 而这个时候 基本上都很代表到 果欄真真正正 它在这个城市里面 它的用途 而旁边的苗街 又是到晚上的时候 基本上是灯火就很通明 就是因为很多人去看东西 去吃东西 而你看看一些光 它就算是看一些招牌 或者是一些小的铺 它连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你看看 在右边那张照片的时候 的情况 基本上它也是一个 好像一个很漂亮的艺术 是一个整体来说 是一个城市里面的艺术 而它找了城市舞蹈团 去做一个活动 带动了很多人去参观 而这个基本上 也是一个城市的感觉 这里再简单 再多说一点点 就是说 譬如你如何做一个 innovation 或者如何做一个 创新做一个creative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你去observe你周围的东西 然后你在路里面去分析 或者去跟其他人去谈谈 这几个英文字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当你去想的时候 如果你去考虑这几点 watch 你在做什么 why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背后的理念 when 就是时间性 现在的事情 你想想未来 还是去想想以前发生的情况 which mean 一些人 是你想去听的 那些人 是你去讲故事的主任勇 你如何做这件案件 那你通过这五点 其实你的project 就会成形的了 我们刚才说了 城市的概念 城市的概念 不是一定好像我们一开始说 一个大的城市 一个大都会 其实在我们的身边 都会有一些城市的概念 这个project 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做的 一个 一个 一部分就是一个学校 另一部分就是一个 新的学校的extension 它叫做Harlangton Upper School 是英国的一间中学 而我们做的 就是在中间做一条街出来 因为平时我们说的街道 可能是很大 很阔 然后有很多 店铺在旁边 但是我们就是想一些学生 多一些可以互相去沟通 所以在学校里面 我们建立了一条街出来 平时有很多人 但是因为学校和我们沟通了 就说拍照 不如不要拍照 那些学生在里面 可能会 可能会怕不太方便 有些学生可能不喜欢 所以 为什么这张照片 好像没什么人 但是实际上 我去看的时候 那些学生和老师都很喜欢 这个街道的感觉 还有很多人在这条街里面 真的人来人往 这个除了我们说 是一个大的城市 一个中学之外 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再 更多一些 一个next generation 甚至乎一些小朋友 行不行呢 这个就是我在香港做的 一个project 这间是一个幼稚园来的 那你见到那张照片 就是一个个一个斜顶 这个就是一个想法 就是在以前 就是在以前 就是大家小时候 说是小屋 一定是斜顶 跟着有一个田形的窗口 那我这个想法就是 有好几间屋 而屋里面 就是一些小朋友的家 那出来 你见到一个 现在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就是一个common area 就是一个村落的open space 给一些小朋友出来玩的 而这一格格就是 如何将在外面的光 带入到中间的area 那他们就好像一条村 一个比较光猛的地方 可以一起玩 那这个就是我看到 就算是一些小朋友 你也可以inspire到他们 那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么多 希望可以inspire到 或者大家可以这个sharing 给大家一些的看法 多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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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